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中国好家庭 好了 接下来进一段我们节目的第一个环节 家有故事 中国好家庭家家有故事还是老规矩 在聊天之前呢 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各位呀 首先咱们李老师吧 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家里都谁来了 大家好 我叫李站中 来自三沙市永兴学校 这是我爱人唐火林 他也是来自三沙市永兴学校 这是我岳父唐道康 他也是一名老师 谢谢大家 哇 欢迎李老师的知教之家 欢迎你们 朋友文老师来介绍一下今天都谁来了 大家好 我叫文世龙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 这位是我的妻子冯涛 我们两个呢都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做教学工作 那么这位呢是我的儿子文若晨 谢谢大家 好的 跟大家小小地透露一下 咱们的文老师呢 有独特的教学技法 待会咱们再详细地聊一聊 首先就从离我最近的李老师一家聊起 刚才咱们介绍过了啊 李老师一家呢是教学之家 这样咱们首先就来一个回到课堂 咱们先有请李老师的妻子 唐老师来到前台啊 给我们回顾一下 咱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的一篇课文 叫做富饶的西沙群岛 有请唐老师 好 今天由我来给同学们上一节 富饶的西沙群岛这一节课 请台下已经有学过这篇课文的同学 跟老师一起来读这篇课文 老师读一句 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一句 好不好 好 谢谢 二十二课 富饶的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是南海上的一群岛羽 西沙群岛是南海上的一群岛羽 是我国的海防前哨 是我国的海防前哨 那里物产丰富 那里物产丰富 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好 同学们读得很好 谢谢 谢谢 梁老师 您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祖国的三沙市好不好 咱们这期节目一开场啊 就和前一段时间一个很重要的热点话题 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从我们课本上 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常识 都有那么一句话 叫南海驻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是 这个概念就包括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沙市 三沙市呢 所在的政府中心地带叫永兴岛 台上这三位嘉宾工作的地方啊 就是永兴岛上的永兴学校 南海驻岛啊 是从秦汉时期 我们的中央政府 就已经把行政力量呢 波及到这个地区了 中国地图的右下角 单开闭出一个窗口 最南端到了北北四都的增母岸 都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部分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呢 中央政府就已经决定 在这个地方呢 建设一个地基市 后来到2012年的6月21号呢 中央政府正式批准 在这会儿建立三沙市 然后2012年7月24号 这个三沙市是正式挂牌成立 到现在为止整整四周年 尽管现在处在建设之中的 但是它的风景特别漂亮 我估计将来在甲乙石建设的话 这块能成为中国人人人向往的 南方一块旅游的乐土 我们祝福赛乍市 祝福永庆老 谢谢 谢谢梁老师